今天是我 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 九和十 九和十 九是这样说的 就是说 你与临时的征颂啊 要与他一人辩论 不可泄露人的密室 然后呢 恐怕 听见人就骂你 你的臭名就难以脱离了 我自己我在想啊 这个 我们这一生啊 肯定会有这个跟人起冲突的时候 我们这一生肯定会有 跟人起冲突的时候 那我们跟别人起冲突了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跟别人起冲突的时候 会互相辩论 你说这事怨我 那你说说话哪怨我呀 那我说这事怨你 那你看看这事你做的是啥呀 对不对 我们就会跟人家讲来讲去 我们就会跟人家讲来讲去 但这个都不是重点了 这个都不是重点了 重点就是说 今天我们 我们人在这个人生当中啊 我们肯定会有 与人冲突的事情 然后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 所以这个处理的方式 有一个原则 就是冤有头 债有主 我们打字方便 我们打字 冤有头 债有主 我们很多的时候呢 我们要必须要明白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呢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事件是简单的 这个事件都是这个拔出萝卜 带出你来 这个人和人之间呢 人和周围的人 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把他出萝卜 带出你 所以呢 我们我们在处理 处理人和人间的冲突的时候 最好是一对一 而不是一对多 我自己在这里面 我想我先讲几个简单的事情 其实当我们去 当我们去看 当我们去看这个人生的时候 当我们去看人生的时候 我们会很羡慕一些人成功 对不对 这个人成功了 当然这个为这些成功的人 著书立说的人 这个都会讲 他怎么这个勤奋呢 他怎么聪明啊 他怎么能这个善于捕捉机会啊 这些都没有错了 但是我们也勤奋呢 我们也聪明呢 那我们自己就没抓住机会呢 对吧 所以其实背后 他跟某个人有什么关系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往往这些事情都没有写 往往这些事情都没有写 所以今天我自己 我非常非常清楚 有很多人也在一些 这个大的单位啊 重要的公司啊 这个入职 也是各方面表现的不错 那为什么他们就没有机会上位呢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 只要反思的事情 那今天我们回来 所以今天我们跟某一个人起了冲突以后 那很重要的是 就是说我们跟这个人有冲突 我们要跟他这个一对一对峙就好了 我们跟他把这个问题解决就好了 我们不要牵着太多的人 那因为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 我们在公司也好 我们在包括在教会也好 我们会发现你如果越扯 这个事越多 就变得越复杂了 所以我们这个在这个好像在解这个多元方程的时候 有一种方法就是最好是把三元的变成二元的把二元的变成一元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猜数越少这个问题就好解决 那今天我们我们去想 我们去想这个我们不听名字 就是最近我在我们教会里听说的 那我们教会的这个 有人在公司里面做比较高的位置 做比较高的位置 然后呢 这个当然因为我们教会的人都比较这个 清高吧 我们可以用这句话讲 我们很少抱领导大腿 我们也很少去舔 舔帮的哪个领导 所以呢 我们也很难成为领导的亲信 我们可能会成为领导信任的人 他们觉得把事交给我们放心 但是我们很难会成为领导的亲信 所以这个当没有人可用的时候 一定是重用我们 但是当天下似乎太平的时候 那领导一般会把这个好的位置 也就是说权力大一点的 然后这个利益多一点地方 给他的亲信 所以那我们教会的这个小伙伴自然 更在这个时候会受到这个排挤 但是有一件事 那我们受到排挤归受到排挤 但上来这个人肯定也是没什么 没什么太大本事 要他有大本事 他早就在我们之间就得到这个位置了 那相当于我们这个辛辛苦打下来的 这个革命成果被他们摘了桃子 所以他们没多少本事 有可能在他们接替这个工作以后 那我们如果还在 那一定会有冲突 但我们走了有的时候反正好了 这个眼不见 心不烦 只有冲突 这个时候 我们跟某个人的矛盾 就是跟他的矛盾就好了 我们也不要把这个矛头指的太多 跟他背后的老板呢 或者跟他背后的这个 这个其他的人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我在想 为什么圣经说你与律者争颂 要与他一眼争辩 不可泄露人的密室呢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 其实有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好像我们华人讲的 叫大事化小 小事化量 首先呢 这个我们已经一再又一再地强调 人和人之间的难免有冲突 所以夫妻见也是这样子 人和人难免有冲突 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子 所以当人和人这样有冲突的时候 当人和人这样有矛盾的时候 我们不可避免的去 去要面对这个问题 多大冲突 最后一定还是要解决的 多大冲突就会觉得 但是呢 今天我们有一个原则 就是说 你把事情 把它这个 越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 把它越快速都把它解决了 越表现出你的能力 但是反过来 你把事情搞得很大 其实有很有可能到最后 都不知道该怎么收场了 其实昨天的经文 我想孙宁姐妹也讲了 就是冒失出去人争进 那最后呢 就是受辱 就是呢 你都不知道该怎么玩了 该不知道怎么办了 所以今天 我在洛杉矶 我遇到很多的事情 我遇到很多事情 我听一听 我笑一笑 这个事就过去了 因为很简单 为啥很简单呢 第一 王牧师在洛杉矶 也这么多年了 但是我们也不靠洛杉矶吃 也不靠洛杉矶喝 相反我们在洛杉矶 我们帮了很多的人 所以我们不见任何人呢 那第二呢 王牧师做牧师二十六年也很清楚 木秀玉林封闭垂直 那同样做牧师 为啥你本事这么大 肯定有人就说三道四 那第三呢 你说你跟他争论完了 你赢了又能咋地呢 你是能赢钱呢 你还是能赢完呢 第二你输了呢 那你说这不更丢人吗 所以这就让我想起这个很多年前的一个段子 很多年前的一个段子 这个段子我真的希望我们弟兄 真的希望我们姐妹都记住 他说呢 这个狮子带着儿子在森林里面留的 我们都知道狮子是百兽之王 一般的动物没敢跟狮子比我的 但这时候呢 就有一条疯狗 就有一条疯狗冲出来了 跑到市面说 你狮子啊 完了那个狮子你有什么事吗 他说你不是说百兽之王吗 我给你干一架啊 看看大家谁能打过谁 完了狮子就摇摇头说 你看错人了 你去找狮子就 那疯狗就去又傻了吧唧的去去找狮子去了 小狮子不干了 小狮子说 爹你不就是百兽之王吗 你怕他干啥呀 那个跟他干的 啊这个狮子爸爸就比就比这个小狮子更有智慧 狮子爸爸就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这句话啊 对我来说是受用到今天的 对我来说说呢 他说啥呢 他说 既然我是百兽之王 我不跟他干 我也是百兽之王 那如果跟他干 你说我打赢了 我光赛吗 你百兽之王打个疯狗 还用玩 还用讲吗 对吧 打赢了 我光赛吗 那你说我要打输了 或者被他咬一口 你说我磕个认不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跟别人争 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说我们还是不够认清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们是上帝的儿子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天地万物都在我们手里 天地万物都在我们的父神手里 我们的父神因为爱我们把天地万物都放在我们手里了 我跟别人争啥呀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我们去想一想 我们去想一想 这个我不提名字 就是现在在中国挺牛逼的那个人 你知道吧 就是他不要管老百姓说什么 他不要管老百姓说什么 老百姓说你你厉害 说你不厉害 这个不重要 你说你厉害你还是老大 说你不厉害你也是老大 但是你倒是要把你身边管好 因为你身边真的能篡挡多全 你知道吧 所以今天说到底 这个老大还不清楚他是老大 你等我再讲他吧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但是我们不一样 我们是不一样的 所以圣经时候 谁把彼得先说二章九节找到 谁把彼得先二章九节放过来 彼得先说 唯有你们 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今天我们是一群 这个是 天不怕地不怕的一群人 我们是一群 你山也好 河也好 都挡不住我们前进道路的一群人 我们是这样的一群人 所以我们 我们不需要跟别人任何人争 所以你们 你们知道有几件事情 在很多年以前 有人来给我争钱来了 对吧 你要多少钱 我给你多少钱 我就一条 不要让我再见到你 结果那个人早早的就 体力子散了 然后又过了很多年 有人跟我争权来了 你知道 到我们教会拉人 你本来也是牧师 我也是牧师 咱们互相是兄弟 帮帮忙挺好的 结果非得不帮忙还拆台 到我们家拉人 那你争我就走了 整个大连都让给你了 整个大连我都让给你了 我走了 我就来美国来了 结果你们都知道 那个牧师自己死了 那个教会已经不复存在了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跟弟兄跟姐妹讲 我们跟别人争的人 我们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 我们不但不跟别人争 我们还是样样在手里 还是样样在手里 所以今天我自己 我相信我是被神的灵感动 看起来我现在好像什么都没有 看起来我现在好像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自己我非常非常的清楚 我自己我非常非常的清楚 如果我们真的信神 这就是神的应许 我们是被拣选的阻力 我们是有君臣的祭司 我们是圣洁的国度 我们是属成的子民 而且神让我们活在世界干嘛呢 叫我们宣扬 那叫我们出黑暗 若其妙光明者的美德 所以我自己我在想 这么多年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那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同工 也希望我们的同工 能带动我们身边的人 就来到我们这位神的面前 我们就来到多一点敬拜 多一点赞美 多一点祷告 所以还记得 最近我一直在跟大家讲 2月11日到3月3日 我要把自己 关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什么都不做 每天敬拜 赞美 祷告 每天敬拜 赞美 祷告 每天敬拜 赞美 祷告 来经历这个20天的祭司 我想大概 以我这个年龄 以我这个身体 基本上两种事情发生 第种八点 没得到二十几天人饿死了 走了 走了 感谢主 这也挺好 这个吸了世上的劳苦 吸了世上的劳 那还有一个就是 真的我的整个身体 被神恢复 整个灵性被神提升 然后圣灵充满我 带着神的同在 神的恩高 再次来到人群当中 服务大家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亲爱的亲民 昨天我辅导一个在洛杉矶的一个小名人 在洛杉矶的一个小名人 他最近又被人家骗了 最近又被人家骗了 然后呢 这个心里面很不爽 反过来又把人家给告了 反正现在弄的这个 挺那个 挺恶心的吧 应该讲 那我就跟他讲两件事情 我跟他讲两件事情 我说呢 我说人家骗你的 就是人家不好 但是为什么我们一次一次被骗呢 我说我们要预判能力 我们打字方便打字 我们要预判能力 所以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一个人过来了 跟你一聊天 你心里面就得盘算他 你心里面就得合计啊 你心里面就得祷告啊 你心里面就得听见神的声音啊 你心里面就听见 然后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预判能力啊 这个叫预判能力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我在想 我自己我在想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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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我们 这个 我也不提名字了 对吧 有人不找我吗 说牧师啊 我知道咱教会里面 这个张三有点钱 李四有点钱 王五有点钱 你告诉他们 这他们村银行也没多少利息 咱们凑凑一起开个账户 开个账户 然后我们 我们这个去做理财去 你知道吧 20%的回报 你们记得这个吧 这个本人拿10% 然后呢 这个教会拿5% 完了这个 那个帮我们操盘 那在拿个5%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换个别的牧师 你去 你去讲 就 大概率 这个牧师就哈里路眼了 你知道吗 大概率 这个牧师就哈里路眼了 还有这好事呢 行啊 我现在就联系一下 所以 亲爱的弟兄姐姐妹 咱们的牧师 不为所动 对吧 打字方便打字 不为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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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中国这经济 你现在我整个20%的行业出来 那大基金都咔咔咔爆雷 大基金都咔咔爆雷 你们这些小基金就能20% 我祝福你们 你200%才好呢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自己非常非常敬祝 我自己非常敬祝 能不能赚点钱 倒是能赚钱 但是20%不大可能 那你说最后赚了10% 咱讲好了 这给这个 给这个本人10% 那我能捞着啥呀 那一年操盘子能捞着啥呀 那操盘子捞不着 那他从前搞点手脚 这钱出问题怎么办呢 谁能说得清啊 本身没多少钱 还搞这个恶心 所以今天我自己 我就非常清楚 借着这个事 一下子把我内心的这个 这个热情给激发出来了 给激发出来了 我说我希望2024年 我们弟兄姐妹有钱 拿着钱创业去 没钱拿我的钱创业去 没问题 有钱你们拿自己钱创业去 没钱拿我的钱创业去 我是希望2024年 我们我们是这样子的 所以今天我们又说回来了 这就叫预判能力 这就叫预判能力 这预判能力 我们假设 这王牧生的两天 还没有好好祷告 哎呀妈呀 这家伙就中招了 你知道吗 这就没整明白 那就喊吧 给苏林打电话 给雪原打电话 给这个东西打电话 反正给这几个看起来有钱 打电话 来来来把钱弄一做 咱们凑一凑 能凑个凑凑个一两百万 我们开个理财账户 我们让他们做理财去 完了 过两礼拜 想明白了 想明白了 叫止损的能力 止损 第一个能力叫什么 预判的能力 我们打字方便 打字 第一个能力叫预判的 第二个能力叫什么 叫止损能力 你知道吧 当时没想明白 当时一冲动 脑袋一热 完了 当时也没有听见 内心涉铃的声音 我答应你了 我也把这个 这个弟兄姐妹 钱也弄到一起 开账户了 过两礼拜 想明白了 赶紧赶紧 钱不要了 钱不要了 你要本金给我就行了 该谁就谁的 出五十万 咱还你五十万 出三十万 还三十万 钱退回去 为啥呢 很简单 为啥呢 很简单 这就叫止损能力 因为有可能 这笔钱 后面连本金都拿不过来 中国这个经济形势 看样子 二四年 二五年 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非常非常简单 那我自己 我自己 我想 我们教会是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不是因为 我们自己有多厉害 我们是因为 我们的神是很强大的 因为我们神是很强大的 所以 所以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们现在我们就来 来看 两个能力 一个就要预判能力 一个要止损能力 所以今天这个呢 无论一样 也是来提升 我们的止损能力 你跟这个人 出现矛盾了 你知道吧 就有些事你从 你提前就能看得出来 你没看得出来 结果整着整着脸 整出矛盾了 甚至都 这个互相 这个叫什么 这个 这个对博公堂啊 对博公堂 这个这个这个是很不好的事情 没关系 但是我们有止损 我们止损 大事话销 小一块 在我们的这个 一个更小的方面里 你就跟他讲明白 整明白就行了 不可西路别人密实 所以我们 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在这里面 我特别的强调 我们教会的弟兄 我们教会的姐妹 不要有这种高密的习惯 我们对内 我们也不要太八卦 我们也不要太八卦 那我们对外 我们不充当任何人的间谍 我在美国我也不做中国的间谍 我回中国我也不做美国的间谍 那我们不去做高密的事情 有人是以这个为职业 这个上天给每个人的饭碗不一样 我相信我们教会的人 没人是吃吃口饭的 靠高密以来活着的 因为你泄露别人的密室啊 这个是非常非常讨厌的 这个是非常非常讨厌的 因为我们我们今天 我们要明白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一个人做的事情 无论多么这个叫什么 这个这个做的所谓的周密 最后还会这个泄露的 因为这是圣经说的 你在暗处做的事 神在明处给你显出来 这个是圣经说的 但是你记住了 一定有人会泄密 但咱们不做泄密的人 我们打字旁边打字 一定有人会泄密 但是我们不做泄密的人 懂吧 就好像 就好像 就好像这个 就好像我们过年包饺子一样 对不对 你不会包饺子 你也有饺子 你不会包饺子 你有饺子 一定有饺子 但是我们不去做饱饺子 你知道吧 做饱饺子的人呢 这个基本上没有好下场 做饱饺子 基本上为什么这么讲的 很简单呢 众口难调 你说盐放少了 你说你这小的小蛋 你说你盐放多了 你说你这饺子咸 你说你肉放多了 他说你这太腻 这个菜放多了 你就是说你肉太少 所以今天签了 没办法 有些人没办法 所以他只能做这个工作 我们也祝福他 真有包饺子 包好吃的 哈利路亚 但是让我包饺子 肯定全教会都不满意 所以呢 我就举个例子 肯定有饺子吃 但是我们不做包饺子的人 人家包的好 人家是吃这口饭的 所以这个世界 有人是安全局的 有人是FBI 有人是搞情报的 那他是吃这口饭的 我们祝福他 但是咱们不是搞情报的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弟妹 我们是靠圣灵活着的 今天有什么事 如果神要让你知道了 你祷告你就应该知道了 如果神不让你知道 那就是你不应该知道 所以今天我们不去做泄露别人密室的人 为什么 你去泄露别人密室 这是一件非常令人讨厌的事情 这是一件非常令人讨厌的事情 然后听见的人都会骂你 你的臭名难以脱离 所以今天在这里 亲爱的弟兄弟妹 你去想 那我现在 你就看我今天的讲道的里面 我全程没提任何人的名字 我说有一个人 我说有一个什么什么 所以我再举个例子 帮大家理解 但是我不提张资 不提李斯 原因很简单 原因很简单 我们就要保护当事 我们就要保护 不可泄露人的密室 不可泄露人的密室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想我们今天 我们有很多地区 有很多姐妹 管不住自己的嘴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话讲 并从口入 或呢 从嘴出 所以基本上 我在洛杉矶这几年 我有机会传道 我就传道 有机会被别人祷告 我就去祷告 但是太多的话 我就不讲了 哎呀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年轻的时候 特别爱讲话 到岁数了 就不爱讲 上岁就不爱讲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还提醒我们弟兄姐妹 那我答应大家 每个月我要跟我们的同工 同一次电话 同一次电话 所以呢 我希望我们的同工主动约我 哎 说牧师这样 他有没有时间 大家打个电话聊聊 没问题 没问题 那这个 我不会主动找你们 因为这个国内 现在越来越忙 昨天 这个我在家里面说 名字高中毕业的时候 国内管理团会来 结果后来发现管理团没一个能来的 没一个能来的工作都很忙 所以呢 你们都很忙 时间我也摸不准 然后我自己呢 我也这个不像以前那么爱讲话了 所以但是这个事还是办的 每个月我们沟通一次 为你们祷告 互相鼓励一下 所以 所以我自己 我在这里面 我想 我自己 我在这里面 我想就是说 今天我希望我们 我们弟兄准备 跟神祷告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预判能力 预判能力 所以我们跟 有一些人不相处的很愉快吗 对不对 我们尽量跟这些人在一起 如果这些人 不能让我们 不能让我们爽 反而在消耗我们 就离他远点 预判能力 第二个呢 就是止损能力 止损能力 既然事情发生了 我们也不要太 既然事情发生了 我们也不要太那个 我们不要太那个 求主怜悯 求主怜悯 及时撤出来 止损了 所以今天 你与林者争送 最好不争辩 就算争辩 就跟他一根争辩 不可泄露别人密室 如果你真这样做了 就会有人骂你 而且你的臭名 难以脱离 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里